夏至夏 我必听闻某些人死去的消息 叫我的心躺下伤悲的懒掉 如果懒掉是懒 那么夏至意味着什么呢 把脸埋在哭泣的猫肘之间的猫 在堆满杂物的房间里不安的睡去 我知道它优热的长爪造不了语言 而我刚刚才从某个特别伤心的梦境中醒来 但我必从谁将杀害我们的梦里醒来 全身发烫 颤抖 意识摇晃 微微缩缩的起身准备晚餐 清洗指尖 磨碎胡椒和骨头 我不想再等待了 我必不再等待任何穿着制服的陌生人 咚咚敲向屋门 把鞋底的泥泞踩进心扑的尼罗地毯 向我说明枪与铁的道理 若我握住子弹 我必指向自己 当你身为一个不好活 亦不可活之人 唯一可做的只有在喝胡椒汤的时候 往夏至的夜晚咬一些恶心的毒 请所有宇宙的客人分享 肉伤还是随机的 痛苦也是随机的 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真正去相信 诗人和老人 像七夜的夜空遁去 那里无病无害 无治无求 而生者 生在六月束手无策 眼睁睁地望着 安心色的流星 坠毁坠毁坠毁 在空洞的土层 坠毁 在沸腾的冰河 而这片海域我已经打断完成了 现在它是一块深如下叶的祖母绿 镶嵌于最大面积的地表的一处 狂窝 现在盖亚乃抬起额头四顾张叛了 巨大的光柱流拼 水色阿弩 而我并眼看着一切重新排列 富溃散富再生 像巨龙 怒奔腾 呼惊醒 铜色的湿 撑开了喉咙 就要吞灭这一场夏之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